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排列桌面图示 首先在桌面空白的地方按下滑鼠右键 大家看到这个右键选单当中的检视还有排列方式 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两个功能 首先我们看到检视 看到这边 这边有大图示、中图示、还有小图示 三种可以做选择 首先我们点选一下大图示 各位可以看到桌面图示是不是变大 接下来我们看看小图示 这个功能就是让我们设定桌面图示的大小 接下来就是自动排列图示 大家可以看到右键选单中 这边并没有打钩 如果没有打钩的话 我就可以依照我的喜好随意移动桌面图示到我想要的位置 就像这样 或者是做分类 比如说游戏的一类 文书的一类 如果你的桌面有很多图示需要整理 这个功能就很好用 那我们现在将自动排列图示打钩 大家可以看到桌面图示有左上角往下自动排列 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拉 它就只会依序排列 但是如果你配合排序方式 名称 名称 大小 项目类型 修改日期 大家看到了 Windows会依你所选择的项目自动对齐桌面图示 我们先取消自动排列图示 接下来我们看到将图示贴齐隔线 大家想象一下 将桌面想象成围棋的棋盘 桌面图示就像围棋的黑牌棋子 是不是很整齐的排列在横线和竖线上面 这个就是将图示贴齐隔线的功能 现在我们取消打勾 取消打勾之后呢 我们可以将图示随意拉到桌面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不受到限制 现在拍复一下桌面图示 接下来我们看到 显示桌面图示 取消打勾之后呢 图示就完全消失不见了 我们将它恢复打勾 接下来我们看到显示桌面小工具 取消打勾之后 右边的小工具就消失了 桌面图示如果排列的整齐 可以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和美观 接下来就看各位怎么排列自己的桌面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